支持朱婷回归女排吗? 2023年度的女排亚锦赛结束了最后决赛的争夺,在决赛中,中国女排面对泰国队苦战五局以2比3不敌对手,无缘染指最高荣誉,在主教练赵勇的带领下,从小组赛开始接连3-0拿下比赛顺利晋级决赛,不过在决赛遗憾落败,只拿到了亚军有些美中不足。 但是,以年轻球员和边缘主力为主的女排二队,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可喜可贺。 接下来,部分入选女排国家队的球员将会奔赴奥运资格赛的赛场,迎接新一轮的挑战。 在女排二队都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后,女排国家队能够取得怎样的成绩拭目以待。 不过,女排奥运资格赛的征战前景却并不被看好。 因为当前女排整体实力与世界强队之间存在差距,而且当前更新换代不畅。 新人难以挑起大梁。 不仅实力上的差距注定难以弥补,主要的是在最为擅长的主攻位置上又遭遇到了人才短缺,更让女排的前景遭遇双重打击。 目前从公布的名单来看,虽然主攻位置上有多达9名球员,但毫无疑问,00后球员李盈盈将会是中国女排绝对的主力球员和核心。 然,不过从近期的最新动态来看,李盈盈疑似出现了伤病,正在进行积极的治疗。 作为一名年轻的主攻手,李盈盈受到伤病困扰的因素来自于多方面,原来自己在这一位置上竞争压力巨大,曾经挤进挤出国家队难以作文主力位置,朱婷,张长宁等人,逐渐淡出国家队后,李盈盈成为了女排主攻位置上的首选,并且获得了主教练蔡斌的重用和赏识,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。 李盈盈更加刻苦地训练,在场上多数也是以一己之力带领女排争取胜利,长期高强度作战让李盈盈身体出现了伤病,如今虽然在积极治疗,但不免也存在伤病隐患。 如果在奥运资格赛时伤病来袭,将会严重影响李盈盈的竞技状态,中国女排要想获得一个奥运名额更会充满困难。 对于这些意外因素,主教练蔡斌必须要及时考虑在内,奥运资格赛还未正式开打,留给了蔡斌进行调整的机会。 一方面对于现有的主攻位置人员进行挖掘,给更多球员上场的机会,从而发现优秀的人才,或者召入之前饱受关注的朱婷、张长宁等人。 毕竟重返赛场的朱婷早已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,如果能够回归,对女排实力将会有极大的帮助,也能减轻李盈盈的备战压力,屡次帮助女排涅槃重生的朱婷,或将又一次扮演救世主的角色,那么,支持朱婷回归女排吗? 还是蔡斌挖掘新的人才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